側進去塗出來的東西 慢慢把蜂巢建立起來 像改家一樣 你讓我看我會做噩夢 你讓我看我會做噩夢 為什麼會做噩夢 你很可怕 好,月娥問你喔 這是什麼 這是蜜蜂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蜜蜜 刺蜜 刺蜜嗎 可是它在水裡面 這個洞可能一般小朋友比較不熟悉 是梨嗎 欸你怎麼知道!你們有教過 你們有教過海梨喔 你怎麼知道它是梨 老師有教過 老師怎麼介紹他的 介紹他 怎麼介紹他 他說有一種叫梨的洞 然後他會在水裡面游泳 然後呢他會減素汁對不對 那減素汁幹嘛?做什麼事情? 我知道他幫幫隊裡面看我才會戴家 答對了!可是他那不是家,那是水吧 水吧 也算是啦,是一種潮就對了 那蜜蜂,蜜蜂在幹嘛?蜜蜂就很直接,蜜蜂平常的工作在幹嘛? 他們在清理,我然後採蜂蜜,還有...就沒了 然後製作蜂蜜,那你覺得他們家漂亮嗎? 漂亮 那妳知道他們就跟海梨一樣,海梨是用樹枝蓋出水吧 把水吧堵住,蓋出他們的草 那蜜蜂呢,他會用採來的花蜜吐出來的東西 吃進去吐出來的東西 然後慢慢把蜂巢建立起來,像蓋架一樣 妳平常會寫作業嗎? 會 那妳會做勞作嗎? 會 那我問妳,寫作業跟做勞作對妳來說 呃...有什麼差別? 就是一個...就是做勞作比較好 然後解功課比較無聊 而且又要耐心 然後一樣,可是比較有趣的耐心 然後這個是比較無聊的耐心 妳說寫作業是比較無聊的耐心對不對? 因為寫作業的目的不見證是妳自己喜歡的 嗯...妳知道目的是什麼? 不知道,就是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別人規定的對不對? 所以做勞作這件事情可能就是妳喜歡妳想要 對不對,所以那個目的 雖然有可能也是交給別人 可是對妳來說,可能它還有其他的意義 嗯...沒有啦...很無聊 可是我們一定要把它完成 完成就可以做雞雞雞雕的事情了 好,那我問妳喔 那妳覺得啊 海黎或蜜蜂 好,不然妳看,不然妳看 他們啊,在築他們的巢的時候 妳覺得有意義嗎?他們是開心的嗎? 不是,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無聊不能做雞雞雞雕的事情 可是一定要完成 因為他們整天聊工作不能交集 只有完蛋的都可以 嗯哼,了解 所以妳覺得對他們來說 呃,蓋家這件事情是他們 呃,沒有辦法隨心所欲 依照自己喜歡去做的事情 海黎可以,蜜蜂不能 因為蜜蜂有蜜蜂丸要規定的 喔,真的喔!那海黎呢? 海黎沒有她自己的爸爸媽媽小孩子嗎? 當然有啊 那不是有這種規定嗎? 那妳呢?妳做勞作或水作業有別人規定嗎? 說老實說沒有被人規定 可是協助一些就別人規定了 喔,很好!我們今天提的哲學家叫做馬克思 馬克思就認為喔,他說 人類跟其他動物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有辦法區分勞動 就是工作這件事情 是勞動還是生產 那生產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人會依照法則以外 他會跳脫法則給妳的限制 運用這些妳觀察到的東西 加入妳想要 預想希望這個東西未來長什麼樣子 聽得懂嗎?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加入創意 比如說 動物可能是因為他當下需求 他很需要一個房子 或是他生理上面 他的季節制約了他 讓他在這時間去完成他的工作 可是人類不會啊 人類可能是因為他覺得什麼事情很美好 所以他期待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他會想要努力去完成它 有什麼事情讓你期待的? 比如說 所以妳想嗎 當妳拿到玩具以後 妳可以跟他創造什麼? 開機或玩玩具 你們會創造小故事小劇場 對 豐富妳的生活 對 讓妳的日子過得更有創意 是嗎? OK好 所以我們要錄的就是 馬克思的海鯉 然後最後開放式的問題是 馬克思在他的1844年的手稿裡面表示 動物只生產自己跟幼小動物當下所需要的東西 而人則會設想規劃自己的所需 妳同意這樣子的說法嗎? 歡迎在下面留言喔 掰掰 掰掰 記得對妳的小孩留言 愛妳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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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